我有上網聽過AI張敬軒唱歌 比真人好 難不難分?我自己就不難 可不可以再聽一次 你為甚麼分度呢? 怕跟唱歌那麼有溫度 如果一盤花是萬年都開花的 你不會覺得它特別珍貴 你覺得它跟膠花是沒有區別的 突然看到YouTube看到這麼多AI的魂光 張敬軒 其實我們處於完全被動的狀態 它像一個頭痛多於一個機遇 我也很不希望 好像霍甘先生所說 終於有一天如果我們用得不好 它會為你的心理 大家會比較少見到 憲公上一個商業經濟平台的內容 但其實很關閉的 為甚麼很關閉呢? 今天請到 我不介紹因為大家都認識 不是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今年的新人 張敬軒 今年的新人 今年的新人 新人張敬軒 經濟一周的新人 可不可以碰你一下? 隨便吧 真正啊 不開心 真的這個 有溫度的 今天這個是真的張敬軒 張真人 不是AI的張敬軒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最近有很多AI的藝人出現 有 我也有 我有上網聽過AI張敬軒唱歌 覺得如何呢? 好的真人 我那天聽了一個粵曲版的中英軒的AI 哇 很厲害 我沒想過自己可以唱到 紅線女 即阿呂姐 當然聲音你聽得出有點數碼 但是我又覺得那個phrase 真的很像我唱歌平時 就是我會這樣鋪牌 我會這樣去phrase那首歌 你覺得難不難分呢? 難不難分 我自己就不難 不難的話 那就挑戰一下啦 我們準備了三首 分別有真人和AI翻唱 軒功手斷點 看看它又分不分到 溫過你的臉 你雙手蹭在我的雙肩 感覺又那麼甜 我那麼一臉 姜濤 AI又覺得這個 我贏 我有 是嗎? 沒錯 你怎樣分度呢? 姜濤唱歌這麼有溫度 AI暫時有一樣東西未模仿到的 就是一些我們叫做很analog 跟physics有關 跟物理有關的一些模仿 譬如說噴咪聲 我剛剛就聽到 你拿手指的咪 很正常的物理噴咪 卻有的 所以我覺得那些就暫時不是AI做得到的 我溫過你的臉 你雙手蹭在我的雙肩 感覺又那麼甜 我那麼一臉 沒等我 有真人 有真人 那麼多真人有嗎? 我也有搜尋很多AI 關於怎樣去生產一個demo 譬如我以前寫的歌 因為我自己唱demo 要不然就錄一些人情卡 找一些朋友來唱 那你說如果有個網站 可以輸入某些資訊 或者誰的聲音 我想鄧子琦幫我唱一個demo 像瘋了 又可以 沒錯 所以你看看所有在YouTube的AI 全部都沒有呼吸聲的 第二就是我剛剛說噴咪 第三個就是咬字的習慣 我們以畫像來算 Digital 我們看到的一個圓形 如果你把它放到最大 它是由一級一級樓梯 這樣去 可能是很高密度的樓梯 可以組織到它看起來很像一個圓形 所以Digital的圓形 它不是一個在無以物理世界裡的絕對圓形 Analog 就真的我們找一個圓規 或者我們用手 我們用一個杯子 蓋住 去畫出來的一個 無論你拿到顯微鏡 怎樣看 它都是一個完美的圓形 所以現在AI就是 你聽到它怎樣 經常都會有一股數碼的聲音 就是這樣 有研究的聲音 上來經濟一周 當然不能隨便說 是不是 你們先試一下 問過你的臉 你雙手都在我的身間 感覺又那麼甜 我那麼依戀 每當我閉上眼 我總是可以看見 是新的裸言 全部都會實現 可以聽一次嗎 我自己就不難 難不難分 我自己就不難 我自己就不難 AI是誰 AI是宣言之 可以聽到嗎 我覺得首先它不像宣言之 第二 因為現在不同的AI的生成網站 它有幾種 一種就是框架式 我覺得這條AI的影片 如果我們找到一個作者 它一定是找一個真人版唱的做骨架 然後再用某一些我們用Auto Tune 或者Melo 這樣的軟件去模仿 但是現在還有一種再進階一點的 就是它用了這個人的聲音 譬如說我們今天稍後在會場 會演示給大家看我AI的獻索唱過一段 那個就是完美的 那個是完全由AI生產出來的 I'll save the wage like me 雖然聲音聽起來很像張敬軒 但是由於它的骨架本身不是我 所以譬如我的鎮音 vibrato 如果是真正的張敬軒唱就會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就會有這些 謝謝 謝謝 AI歌手翻唱幾可亂真 連軒功都讚他唱得好 其實這種風氣在近幾年開始流行 YouTube和Bilibili充斥著成千上萬手 網民自製的AI翻唱歌 其中最紅的是 AI宣演之翻唱周杰倫首發如雪 短短六個月 已經突破200萬點擊 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呢 就是有個AI宣演之現象 突然之在網絡充斥了很多AI宣演之的翻唱 連他真人都說 我突然之間好像粉絲跳槽 變成一個冷門歌手 你怎樣看整件事 其實對於一個歌手的衝擊 我覺得沒有什麼衝擊 我覺得是一種情感投射 證明樂迷是很想聽 我喜歡這個歌手 我就很想聽這個歌手去唱別人的歌 但是有時候我們做歌手就是這樣 我對那首歌沒有什麼感覺 或者是我只喜歡唱我自己的作品 所以有些 你很想聽這個人翻唱我的作品 他這一輩子都不會翻唱 但是AI的出現 就令到有一種情感投射 譬如說我有聽過有AI的家驅 唱Dear Jane的歌 唱近代的歌 有誰不想聽到王家驅 或者Beyond用他們樂隊的形式 去演繹這一代的歌 所以其實有時候是一種很好的情感投射 我覺得是正確的 你本身怕不怕老嗎 怕不怕老嗎 不怕老 那可以了 當然不要老 但因為例如AI 它就可以將你最 因為香港人以前有一個方法 為何你年輕的時候 要將一些聲音要唱得大聲 爬起來 因為你覺得老了之後 你不可以再用一些聲音 沒錯 那如果我們有AI技術 我就可以將你永遠的聲音 留在一個你最喜歡的狀態 那會不會是一件 其實是一件很完美的事 如果大家有看我之前的訪問 我也是一個很喜歡歷史建築 很喜歡文化藝術的人 但是你問我 我們所喜歡的某一些Vintage的人 包括相機 包括手錶 它的歷史感是由於它有那個時間 還有因為它不復存在 有時候它之所以稀有 是因為經過這些時間的洗禮 它已經變得很少了 所以你問我 我當然希望我的皮膚永遠都有二十多歲 或者十幾歲的彈性 光滑程度 人生的美之一 亦都在於它是有時限性的 如果一盆花是萬年都開花的爛花 那你不會覺得它特別矜貴 你覺得它跟膠花是不一樣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有時 買一堆花回去 我會常常 特別喜歡在家裡擺花的人 很想看著它 因為你知道它那幾天就沒有了 那我覺得 我們自己歌手的聲音都是這樣 的確我現在這個階段 或者我前那二十年 我都會想說 可以喊高音 可以唱大聲 可以在台上好像 駕車給油一樣 有多少就給多少 因為真的知道你從四十歲 或者三十五歲之後 你的身體機能 就會未必做得回當年的 不過我們不可以忽略的就是 它又會有你那個時候的魅力 包括現在我們聽回 我最近有聽林子祥先生 他再唱十分十二寸 當然不是那個二十幾歲的距 但是這個階段的距 你聽回的時候 你又會覺得有一種 哇 一位樂壇的前輩 在這年紀還有這樣的能力 那個能量是不可以 用過去來比的 很有趣的 AI它可以令到我們 去唱很多不同人的歌 或者甚至到我八十歲的時候 有一首歌叫做 叫做會剪今天肯熱鬧 那跟著他 我去到八十歲的時候 我可以聽到一個AI中映軒唱 會剪今天肯熱鬧 我覺得都不錯 好啊 叫AI學法不要老 都可以 AI應該不會老 可以幫我寫首 明明才星期一 但我已經想放假了的歌嗎 AI除了翻唱 還會作歌 可能是神對有 不過都有機會取代音樂人份工 今年三月 美國唱片工業協會 聯同四十幾個組織 發起人類藝術運動 對抗AI生成技術 捍衛人類參與音樂創作的重要性 之後不久 環球還對AI生成音樂宣戰 除了要求音樂串流平台 不可以上載AI音樂 還要部分AI歌曲下架 連外國歌手Drake 都不滿AI把他的聲 生成業滿曲目Munch 他還在社交平台說 已經隱磨可忍了 業界有人抗拒AI 不過也有人活用AI 傳奇樂隊Beatle成員 Paul McCartney 在舊 Demo裡 提取過了新的成員 John Lennon的聲音 再用AI技術 完成他生前寫的曲目 製成他們最後一張唱片 有不少歌迷都很期待 究竟AI和音樂產業可以怎樣共存呢 我認識一個行業 唱片公司的角度 或者是娛樂產業 我其實不太明白 為何娛樂公司是好 對這件事 但其實如果想想真一點 我現在有張敬軒所有的數據 或者有張敬軒、榮、祖兒 推出所有的數據 我放在一起之後 我是可以一秒鐘 或者每一分鐘都在製作 千千萬萬首歌 或者推出市巡 那其實這件事 不是應該會令那件 那個商業模式 可以更發大來做嗎 首先我覺得一個健康 不要說健康 或者一個相對 真正在人類社會成立的 所謂商業模式 它一定要建構在一個 很穩健的社會模式 一個穩健的社會模式 它一定要有很成熟的 各方面的法律的法規 我想很多唱片公司 娛樂公司 到現在對於AI 不抱著一種很積極 或者很樂觀的態度 是因為沒有相關的法規 去保障唱片公司的權益 我有首歌叫做 《指示太案》你為例 尤其在前兩年 那套電影上的時候 它的版稅是相當之可觀 但是你說 我作為唱片公司 我是不是可以 任由一些所謂AI的平台 去使用這首歌的版權 以我們為例 我在演唱會上 譬如我想翻唱 陳奕迅的《托菲林》 我首先要 徵得環球唱片的同意 因為版權所有人 是環球唱片 我要徵得環球唱片的同意 給不給我在演唱這首歌 環球唱片 可以了 因為我們下一步 就是要和環球唱片申請 這首歌可能會收錄在我的演唱會DV裡 到環球作為版權 尤其是陳奕迅先生 演出的版權所有者 他給你這個權利 我們再去問詞曲作者 詞曲作者 隨便有一方 我不給你 我們就沒有出版權 但是你問我 現在很明顯 大家看到YouTube 看到這麼多AI的魂光 其實我們處於完全被動的狀態 這樣的情況 我們已經沒有辦法 將生態的平衡可以維持得到 所以我想這個是 為什麼在公司也好 或者我們自己的創作人本身 我們都覺得 它像一個頭痛多於一個機遇 不僅是音樂產業 其實在今年5月 婆理活編劇工會 因為不滿AI在影視界的威脅 而雜體不勾 有從業員批評電影公司 依賴AI寫劇本 以及利用新趨勢剝削演員 罷工持續了近5個月 直到9月尾 跟電影公司談判 行動才宣佈結束 不過都是暫時性 譬如我們看最近 荷里活的罷工例子 他好像說到余海嘯衝擊他 真的 真的 真是 讀過 他就 讀過 他就說 他就說 為什麼編劇 就是怕AR會搶去飯碗 他們的劇本會被複製 甚至明星的樣子會被複製 之後 就會進行AI的電影 你怎樣看 你都很怕失業 我自己是 暫時在這個階段 我是一個觀察者 而我覺得我是抱一個 憂慮態度的觀察者 其實不單止荷里活 包括現在 無論是 查看GPT的出現 或將來有些新的 AI的平台 包括Google 尤其是一些有大數據 和大用戶的數碼平台 他們一直都在做自己的AI 包括百度 都是 我覺得在AI的背後 他隱藏著太多 和人類社會 或者挑戰我們對這個世界 既有的一個所謂普世價值 的話題 或者議題 應該說議題 包括很多法律上 譬如說純粹在版權 現在 YouTube 在過去這一年多了這麼多 AI的尹光哥哥 我 家謙 Eason Ian 不同的音樂人 那究竟 這些 網絡的 視像 和音頻的作品 它公開的時候 它的版權 所屬是誰 是否究竟 這個AI 由這個AI 所吸引的 原著 譬如說 真正的尹光先生 或者真正的家謙 我 還是說 其實是由這個 坐在電腦面前 將林家謙 將張景謙的 資料輸入去 這個軟件裏面 而生產出來的 這一段 音頻的那個人 這些全部 現在暫時沒有一個 很完善的法規 還有很多膚色地帶 而它會衍生其他一些 甚至乎更加具社會 道德議題的東西 包括色情 或者其他 暴力 各方面的東西 所以這些是我們最近 我們自己的業內 尤其是創意工業 這是第一個 這是屬於 行業法規層面 另外一個就是 創意層面 我們看到的 蒙娜麗莎的畫像 我們看到幕內的畫 我們看到梵高的畫 他們是因為這個藝術家 他的精神狀態 他的人生經歷 他人生在那個階段的審美 而有的一些藝術作品 但是AI集了這麼多數據 他從頭到尾 其實你問我 他只是一個數據的統籌 他不是一個藝術的創作 所以你問我 AI的藝術作品展 我只能說他是一種科技的展覽 我不會把他視作為他是一個藝術家 甚至AI成為一個藝術家 陳大文 他有藝術展 所有東西 我覺得都是由 由本身的我們 法律上所說的自然人 就是由自然人去演變出來 其實一定是擁抱這個科技 當年潘尼西林的發明一樣 潘尼西林的發明 是令到很多不同疾病的患者 或者整個人類 可以說是令到整個人類的壽命延長了 但是同樣他都有他的創作 但只不過在醫學上 我們要知道他的創作 和怎樣減少他的創作 所以才會有在潘尼西林這個群組裏 不同的抗生素的形成 所以AI就是這樣 我們知道他的利益 我們知道他的偉大的圓景 但是我們同時間 怎樣令到他不要出現在電影 《Her》裡面的那個情形出現 就是說 AI已經完全取締了 人和人之間的正常交流 甚至乎 他由於系統的升級 可以令到人失戀 甚至乎令到真實生存的人類 受到情感 身體 受命順便的衝擊 我覺得 有一件事我不知道 這個有沒有違反宇宙定論 就是我們人類發明的每一件事 其實我自己覺得應該是 可以利用我們的生活 去令到人類的物名更加 可以源源流暢 我也很不希望 好像霍金先生所說的 他終於有一天如果我們用得不好 他會摧毀你的生命 不是不可能的 你問我 我真的覺得不是不可能的 我有時看到這幾年 日本、德國他們發明的 仿真機械人 其實細思極恐的 真的 如果 我自己也有買到一隻機械人 現在有一間電子公司 他淡一些小朋友讀書 但是你看到他的學習能力 是相當高的 我時想想想 都蠻害怕 你現在在那邊 不知道 他可能背後都是有真人操作的 你問我 就是各種因素 但是我覺得 在這個階段 我們今天的論壇也好 尤其我們專注於社會的 民生層面的事情 我覺得總的來說 我都是興奮的 不過都是 由於我們是創意工業的一份子 所以我們要保持一個審慎的態度 就是想得到煙花 馬上有煙花 用GPT 這個一定可以的 但是那個隱形樂場 要在人的自己的心目上 我知道你喜歡陳伯強 這是復刻版 採膠 小小的心意 多謝 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如果我沒記錯 這個應該是第一間做訪問 但有禮物修的 AI就不會有這些 我會想知道 我會想要去印象 你去認識 你 patrioty 你選擇 你跟隨身 你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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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選擇 你選擇 你選擇 那是 你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